万众期待的雷神近日终于用来此刻 又到了咱学习雷九万般手法 开作雷神配队的时候了 雷九万般即使在挡下 依旧是雷神的最强配队 但是一定要注意了 没有满命九条不推荐 手法其实非常简单 详细的原理我们就不说了 你只需要知道技能的施放顺序就OK了 雷神一技能起手 切九条就一加重击 随后切班尼特丢大 切万叶EQ 立马切回九条就大 最后雷神上场 拔出奶枪一刀 一直A中循环几刻 卡南一波你就会发现充能走好了 我们继续开启下一轮循环就完事了 当然了可能你的万叶很忙 需要你掏出雷九下班 刚好那夏沃雷也会在下半进尺黑炮 这队几乎就没啥手法了 雷神一技能起手 切九条一加重击 随后切夏沃雷丢大 再切蓄力一打出弹头 这里一定要注意了 夏沃雷一定要先丢大 触发抄戴 再切蓄力一 不然是没有弹头的 然后我们切班尼特出来丢大 立马切九条大招 最后切雷神出来 拔出奈相一刀 A中循环一刻 除了以上的两种玩法 雷神的泛用性极强 当下最好用的队伍 还得是雷服叶琴 无论是输出还是循环 都非常得劲 缺点呢就是四斤阵容 造价较高 再来就是以雷神草神为核心的 计划体 剩下俩位置 带谁都能轻松杀机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初代雷神攻击队 也就是雷神行球相邻班尼特 强度上可 造价敌廉 抽到雷神 到手就能玩 性价比极高的雷神堆 总之雷神的强度无需多元 不说人手二加一三加一吧 抽一支肯定是不贵的 虽然灵命不太能打 但当个充电宝 提供持续的后台雷还是很香的 上班抽了万叶 坐等雷神的玩家 可以直接无脑充 不用太担心 后续雷神会爆禁闭 虽然数值上不是最强的 但玩起来一定是最爽的 毕竟没有人能拒绝 奶香一刀的诱惑 加个